自房主名涉毒被抓后 成龙大哥几乎都是保持沉默 闲少在公众面前回应此事 然而随着22日 房主名被正式提起公诉 成龙大哥也首度在采访中 坦漏心声了 澄清自己并没有动用社会关系 去捞房主名 我没有动用我任何关系 打电话给一个人 一个都没有 应该怎么做就行了 澄清自语 60岁的成龙大哥还不顾身段 为儿子求起情来 希望大家能再给小房子一个机会 老边听完成龙大哥这番话 心里着实有些不是滋味 希望房主名在听到老父亲的这番话后 真能够有所成长 远离毒品不再让自己年过半百的父母伤心了 游户权娱乐 可怜天下父母亲啊 整理报道 登陆优酷 上传你的脑力挑战视频 请有机会成为优酷牛人 参加最强大脑第二季 和顶尖脑力题材面对面 大脑一醉牛 帮你上头条 火热招募中 聊赑 酷 two tw summt